查尔斯国王主持公道 将凯特视为正牌儿媳 只有他有资格当王后 凯特迎来自己的人生低谷 复古手术做完后 又被查出来得了癌症 好在得到了查尔斯国王的认可 凯特的正宫地位不会动摇 外面的阴阴艳艳都要靠边站 一月份的时候 查尔斯和凯特双双生病 都住进了伦敦北部的马里伯恩诊所 根据外媒报道 查尔斯刚刚做完前列腺肥大手术 甚至来不及休息 就马不停蹄前往医院看望凯特 当时王氏给出来的说法 是凯特正在接受腹部手术 并不承认是癌症 也不承认是恶性疾病 如今看来当时查尔斯之所以这么着急 凯特很可能已经确诊癌症 只不过还没有对外公布 查尔斯自己刚刚做完手术 需要休息和静养 但是却始终放心不下凯特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查尔斯一直对凯特很满意 视为正牌儿媳 甚至连梅根都显得黯然失色 从很多公路老照片也能看出 查尔斯很关心凯特 每次一家人合影的时候 国王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查尔斯作为过来人 希望威廉婚姻幸福家庭和谐 只有这样王氏才能兴旺发达 一位王氏内部人士透露 当时查尔斯或许已经得知凯特患癌 因此才会马不停提前去看望 即使自己也被病痛折磨 心里依旧装着凯特 这份感情实在令人动容 凯特嫁入王氏十多年 也是兢兢业业尽致尽责 帮助查尔斯处理各种公路 即使有时候凯特风头正盛 支持绿稳居王氏第一 查尔斯不光不嫉妒 反而还为儿媳感到骄傲 目前凯特王妃正在进行化疗 查尔斯对此忧心不已 担心儿媳的身体健康 凯特刚刚发布视频 宣布自己换来 查尔斯也立马发了慰问声明 表示自己为威廉氏王妃感到骄傲 泰晤士报也认为 凯特和查尔斯关系很好 儿媳居然比女儿都受宠 或许查尔斯最大的遗憾 就是膝下没有女儿 因此将所有的爱意 都倾注在凯特身上 按照原定的计划 凯特将参加复活节活动 如今由于身体原因 暂停了一切公路 对于凯特来讲 耽误之急就是好好养病 只有身体恢复健康之后 才会继续履行王氏职责 从凯特在照片中的表现 也能看到他情绪有些失控 整个人都无比憔悴 被病痛折磨了三个月 并且还频频遭遇网暴 凯特的内心事件很难平静 简直就是身心具体的状态 除了得到了查尔斯的支持外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也送上祝福 王氏内部难得团结一次 不得不说这次梅根做得不错 全城都很关心凯特 关键时期向大嫂抛出橄榄枝 对于凯特王妃来讲 最大的挑战 就是如何跟孩子们解释 维尔士三宝还很年幼 无法理解癌症的危害 因此凯特花费了很长时间 才跟他们解释清楚 这段视频发布后 凯特得到了全球粉丝的祝福 并且很多政要和明星都发送了慰问短信 有这么多人关心维尔士王妃 期待她快点好起来 英国王室和民众都需要凯特